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所措 是的 我们并没有给出任何指令 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下发生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算真秀里人数算很多的了 这十五个人其实挺难录的 这次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集体里 你有没有什么破冰小妙招之类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破冰吧 就是还是最开始你要让自己先舒服 别人才会舒服 那你要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 我觉得要不这样大家现在都是互相都认识的吗 还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我当时想骂呀 大家可别太严肃正经地说了 这本身自我介绍就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就一开始每个人自我介绍真的太恐怖了 从哪儿开始 来 现在我说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自我介绍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靠什么 总归你是有成就的吗 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靠什么成就的 然后来到这儿的 一个人说出自己有多高的成就 或者是曾经多么辉煌 我觉得那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不要客气 然后都好像我们互相真的都不认识 也不要觉得丢人 把自己简单地介绍一下 两分钟之内 从哪开始 从那边 好 汉哥 汉哥 我是张汉 演员 然后呢在座的所有的人我都做过功课 然后我也都认识 来了 你是演过演过什么 你是有名的演员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名 你看那你就不诚实 你要没名也不会来到这儿 就是你还是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人生总有尴尬的问题 尴尬的回答 以及过不去的尴尬冷场 这不重要 这一点都不重要 你关得掉节目 但你躲不掉社交 你难免会遇到有点年纪的人 有点霸道的人 有点you know who的人 有点sorry who are you的人 好 年轻人要觉得尴尬可以不说 好好好 就下一个 来 社交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然一场普普通通的自我介绍 怎么会变成灵魂审判 好在 所有关于社交的问题 都有它的解法 坚持看下去 答案 自己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期我们将通过高频的多组合的初见面场景 是我介绍 这就是到了是不是 你是 帮你制止死地而后生 完成对尴尬的托米 好了 铺垫做够了 主角 等场了 就我一人啊 哎呀 坐门口吧 老年人 孤独地坐等啊 我 比长辈到的晚 这饭还能香吗 舒淇 舒淇 你倒没倒 就这屋 就这屋 都到了 都到了 我迟到了 抱歉 抱歉 我来晚了 还让您等我 你好 听说你是一个 被教养的 很好的一个孩子 这会儿教养就不怎么样 你这不管了 不管用了 没有 害我这 我自罚 一会儿我自罚一会儿 等了你一个小时 确实 那我别坐着 站一会儿 坐吧 坐吧 迟到这坎过了 下个坎儿更难 初次见面总得有人 掀起话口 你哪年呢 1990 25 也不小 96年都25 可得 有女朋友了吗 有女朋友了吗 上来你们这问题 不让我问他 不让我 没没 现在目前还没呢 有秘密的 不不 认了 明面是没有 实际上 对对对 实际上也没有 那不可能 不不 也不用这 以前也谈过 现在也没有 这都是早恋的故事了 你们别跟我爸说去 郭老板 你儿子 你儿子早恋过 右边这个 你们两个朋友都到了 来 来 咱们又来 有两个朋友 来 你好 你好 美人 你娘 我的爹 你娘 你在等 我认识你迟到 来 来 你粉底怎么那么厚 你粉底怎么那么厚 对 你打得给我还厚 一个蛮要迟到 一个粉底打得厚 这是最新的唇色吗 你给我留点面 你给我留点面 咱点菜吧 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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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有暗恋的人吗 现在 对 这 没有 这是吗 不是 你基本上要就追得到 没有 我没怎么说 我没怎么说 大方一点 女孩子不喜欢这样子 你说真话 大方的 有的拿孩子 你就马上说出来 在这里表白 没完了 好 怎么可以走 我还是觉得挺快乐的 都还好 再说从小生活在一个 强社交的环境 受累了 就这么着成长起来的 所以可能就习惯了 你喜欢爆裂的 还是比较温柔的 比较爆裂的 你那时候也就比较爆裂了 我觉得 我现在就觉得比较爆裂了 我就快练了 我现在已经 这还必须让他说出来 你喜欢哪类型的 我想上厕所 我现在 眼睛大眼睛小的 你先说 我上一个 我回来 我想好我就告诉你 我想好我就告诉你 我这上个厕所 我的乱 叫车 这个情景 你死曾相识吗 你是经常被调侃的那个人 还是调侃他的那个朋友 无论你是哪种 接下来 我要给你讲的这套理论 绝对会刷新 你对这个场景的认知 有个非常著名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是谁的 社会学家 Randal Collins 说过 社交场合中 情绪能量所聚集之处 就是社交地位最高的人 用普通话讲就是 在朋友的相处中 总有那么一个 被集中打趣的对象 谢谢儿子 对对对 你看大家老师很熟吧 明明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 好想把你装卸掉 你现在被一个阿姨 一个姐姐给夹在中间 表面上看 他好像在社交食物链的底端 但恰恰这样的人 可能才是掌握着焦点的社交中心 因为大家都相信 打趣他 不会让他觉得被冒犯 反而能拉近所有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个丹丹妈 包括说 齐哥都是疼我才这么说的 谈不到什么 我害怕呀 如果你是朋友圈里 最好欺负的那个人 实际上你可能是 最受宠爱的社交中心呢 即便不是 多些自信也没坏处